我們整理了一個數字是盧建源市長 從他上任到現在 將臺中市府持有的包含底費地 包含其他的設宅的用地等等 標售的金額是已經超過了700億以上 來到724億 那相較之下對比林佳龍市長 前任市長在任內 這個標售的金額僅僅只有75億 所以是將近來到了10倍的差距 那就算將胡志強任內 以及林佳龍任內兩任市長 在任內所出售的土地加在一起 都還遠遠不及盧秀燕市長 所以我們認為盧秀燕市長 在選舉的時候 也打著居住正義的口號 說要為年輕人來建設社會住宅 但是事實上在任內卻是不斷 將可以用作社會住宅建設用地的土地 不斷的出售 不斷的出售 那我們認為這樣的行為其實也坐實了 最近大家在網路上諷刺的燕子不動產 這一句口號 甚至連在捷運開發過程中 已經建設完成 新落成的捷運連開宅 都把他們來做了一樣的標售 台中市的局處在盧秀燕市長的領導下 一一變身最佳銷售員 大家都很用力的來賣房 那我們感到非常的驚訝 委長今天這個社會住宅的問題 我們很想讓全國的民眾知道 台中人現在過得很苦啊 我們現在沒有什麼樣的指標 是全國第一 沒有這些大型的活動 沒有熱絡的商業行為 沒有這些演唱會來我們這邊 我們有的竟然只有這些房價所得比的增加 的增加是全國第一 還有交通事故的數字是全國第一 在過得這麼苦的市民盧市長 如果你真的只會想著2028 而沒有辦法把市政先做好 沒有辦法聽到人民的心聲的話 我想那終究也就只是一場白日夢罷了 在這裡是一場白日夢罷了 我們在那邊的都會叫人家 那邊說得多了 我們現在可以說 的聲音就像是一場白日夢罷了